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有懷疑 贏人者 上幾集都聽過我們講完這個音樂遊戲街機的文化 鏡花臨走之前的作品 我們之前都講過 會講少少街機的 香港街機文化的東西 今集最主要都要用這個 topic 去講 我相信街機文化大家都應該有樂去玩街機吧 我發現新一代不會在家裡打 主要是香港街機開始吃味 都不只是香港 可以說是日本那邊都越來越少這些遊戲機的中心 尤其是出了 smartphone 這麼方便的時候 下機店的人就少很多 因為很重要的遊戲在日本 機場的人都看見一拉推銀器 但就用iPhone和Android開玩推銀器 那我使不下去 我覺得不同的 我們由開頭開始講起 我不知道兩位 是幾歲開始進入機店的 幾歲開始就剛發了年齡 才理不到 不是啊 你總會 你生日完 之後 豬朋狗友就會漏你 下機店的兜圈 法定年齡前已經進入了 有些人 你明白嗎 大個兒子要去一些地方 不是啊 那時候 好像香港也有些不是法定年齡 比如說有些兒童場 兒童場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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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多的都是說 你未夠16歲 穿著校服的話 你就不要鬼進去啦 穿著校服 你哪都不能去 知道不是那種校服節 很有趣的嗎 一手撕 你的校真的不見了 這個等一下再講 我個人申報的 我是舔過東西的 我是未舊情之前 我已經進入去一字 但我是舔過東西的 舔過東西的 舔過東西的 那些就一定有的啦 我是這些 直接是被警察收到的 那些來的 那結果怎樣呢 沒什麼 趕回你出去 第一次而已 初犯而已 沒問題 我已經是 我已經是反來的 我已經是 不是即反就可以了 那你說 早期啦 其實 好像剛才 有我們所說 16歲 到 或者你穿著校服 你不可以進去 那當然 其實很多人就說 校服的東西就很閒的 校服的定義 他最主要是看你 左上角 你不是有個袋子 那個袋子上面 有沒有校章 他知道沒有校章 其實沒有問題 所以有些 校服呢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章是撕下來的 不是撕下來 是本身 那個人 是沒有縫進去 那件校服裡面 他只是用身邊膠主貼住了他 不是身邊膠主太低級了 拿一些 白白貼的東西切下去 就更穩了 大佬 你布側的那些 未必切得穩 雙頭條是 一個 最好的解決方法 那當然 其實 如果真的 縫了下去 我脫 只要件底衣 你咬我吃嗎 喇 他在這樣 類點的先 我就沒有研究了 女兒很少入機埔的 女兒我真的不知道 在我在學期間的機埔裡面 我見到的都是兒子 在機埔裡面 他剛才有類入的 但我真的沒有研究 因為基本上都是男人和男人出去的 所以有類人去機埔的話 說一下 那些秘密都可以聽到 老實說 老實說 我見過的是幾種的 就算我自己都穿過校服進去 幾種的 要不像剛才所說 第一種 拔校章 第二種 脫 除了一件 除了一件衣衣 第三種 帶多一件外套 脫掉了一身 遮住校章 總之有 第四種 摸完 摸完褲了當然 怎樣 摸完 我沒見過人摸完 你怎麼摸啊大哥 那你就見識少了 我知道是否帶到什麼T衣服 或者帶到蝙蝠去換 不是 是真的絕對 那大赤膊 你是不是試過? 我沒試過 不好意思 我見到的 我見到的心態 當然你說這些 當然這些 叫做足智室 其實之後很多 這些機舖 都不會讓你這樣進 其實他見到你 穿著條 西褲 穿著條黑色皮鞋 其實他都不讓你過 因為老實說 這些警察都照抓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不是警察抓 可能是老師抓 會更重要 至少在我 在學期間 和我去機舖 這麼頻密的程度來講 我沒見過一個義學教師 趁著我心裡說 你這傢伙原來在這裡 不是喔 他真的會在區內 通常都是區內的機舖 會幫學校去看一看 我有沒試過 我學校會的喔 不過是去打機而已 不是同學生 就是順便去查一下有沒有學生去玩 可能 我的經驗來講就是 因為我去開那兩間機舖 太過隱密了 我那時候去那些機舖 就是 整個商場裡 其餐廳 全部都已經下閘了 沒有人租了 只有機舖在那裡 是很陰心的 如果你晚上去的話 你會覺得是 你這樣也這樣去嗎 你很勇啊 你 打機吧 不是最初代的打機 應該是 那些甚麼士多裡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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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說那些的話 我已經 不是中學了 我小學已經是這樣打的了 不是更早之前的歷史 街機 街機的歷史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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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是沒有所謂的機台 簡直是 他只是用木 去打了那個 板出來 然後把那些掣 都放進去啊 然後 然後把那些板放進機底裡 然後播放在電視上 就打的了 那些真的是 街機的機台來的喔 不要開笑 有些是有 有些是有 我見那些人 在甚麼小學的時候 就是入這些 集貨店 那些 去打機的喔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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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計時的 有些是 有些是 不是 入一元 不是你打多久 它是你給多少錢 你打多久 那些 好像這樣 是不犯 好像是走法 那些 我不知道那些 還是小學生 有機打就行了 這件事 我告訴你 你犯不犯法 不是我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好像是給兩元進去打 那些打底關 忘記了自己 那跟著 就像剛才我們說 機譜裡面 其實當時 其實 都是 見來見去 都有幾隻 其實都是 那時候 但是那時候 會比較多 是橫向的動作 會比較多 因為那些 通常是打得 長一點的 如果你技術高一點 不 大家當年這個時期 是打什麼的 核金蛋頭 第一隻 應該是核金蛋頭 那樣 中學喔 那樣 不記得了 中學 我看人打機多 我很少自己打 不過 看朋友玩 都是 打什麼 總之 打街 那些 即是 你控制一個角色 橫向動作 那些 因為那些是比較長一點的 通常 打到大佬 不知道要接關幾次 就 見到那些人 不斷入一些 一元 我覺得很有趣 那時候 其實最多的 你說 吞食天地 Bomba Man 射擊遊戲 Time Crisis 那時候已經有第一代 那時候已經 對 對 正好 後期 中學 那 然後 還有一隻 Walkman Walkman X 對打 對打式 一開始已經打大佬 還有 就是一隻 我記得 好像 夜人姐所說 一些 一些 橫向的動作 很多 那些是最耐心打的 那些 你會打的話 不是 其實還有一些 就是 那些 麻雀 鑽碎麻雀 通常 打完一大輪 然後你吃不到 他就會 給你幾隻 然後 然後潛 看看可不可以吃 那些 三級麻雀 哪有徒弟 不是三級 不是沒有徒弟 在我當機店的時候 只是閹了 是可以閹的 要不要我開出來 給你看 我不懂打麻雀 所以沒有玩這遊戲 其實 如果你會打麻雀 其實 因為很容易打 那些麻雀 不是喔 其實我覺得很不耐 通常都是 出術的 完全不讓牌 你吃糊 沒什麼 那些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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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些麻雀 阿 其實你都不會玩得太久 如果你在那一局吃不到 比如說你吃了一堆大壺 賠了50個credit 你就可以玩50個了 玩到你不走啊 玩到它收好你都不能走 所以很多時候有人玩一下其實是等了一部機 然後就下手 但是更多的情況當然是 你進了很多銀進去 一堆都吃不到 又未至於吃不到的 其實又 但是你說當時 根基那類型的文化 其實已經有齊了 其實那裡是小學 甚至是我們出生不久之後 香港已經有這個文化了 香港是一個 很盛行排隊 排隊文化的嘛 所以打機都會要排隊的 你不會是 你不會是全部人站在後面的 通常你會看他們怎樣打的 所以就會產生了跟機文化 拿一元出來放在一個面上跟機 其實我不科學 他那一元又沒有死你的名字 其實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這樣做 不過anyway沒問題 他們這樣做 不是他凍在你後面的 沒事的 他不會走的嘛 一元就凍在你後面看你 等你快點死 快點死 欸死了流了 這樣咯 不是但是你不會 很奇怪的嘛 譬如說有一部機堂 有一個人坐在那裡打 然後有一個如果跟機的話 排在他後面的時候 如果你排了十幾個 不就很奇怪 那個情況 通常都不會的 你看到有兩個一元放在那裡 你都不會放下去 所以就演變到 會用一元來跟機那種情況 你沒有人會放 就是你很豪氣的 我放一幢錢在你面前 真的 不是喔 有些人跟機就是 真的放一幢錢 然後他死了之後 他就拿過那一袋錢的錢 出來繼續去玩遊戲 就產生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說 那兩班人 我跟了機喔 你為什麼不讓我玩 在那裡吵 不是他 這個技術性的問題 很簡單 我放一個一元在那裡 跟機 但是呢 當他坐在那裡 他不用那個一元 然後他是用其他一元 然後他在上面 再加碼幾個一元 我排了隊了 加碼 為什麼 咬他不再 其實這個東西 他坐在那裡 其實那個一元又在那裡 老實說 除非你真的認得他 而就是這些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學打機 那一刻 不是的 說你這麼算了 你擺一動一元 那我就拿回那一元走 難道我真的打你嗎 不是打機鬥惡 看看他排在後面的惡 還是坐在那裡打機的惡 有時候你又很難計 有時候你又不想走開了 那沒理由計 別人順便拿你那一元進去 一分鐘告訴你 不是沒試過的 但是現在演變的文化 跟機的文化 已經是 譬如說 機舖已經收檔了 他都 整台一元剩下 那些人不拿 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是不記得了 其實很多人其實是什麼 跟了那一元機 我們經常都說 那一元機是跟機費 而他跟著再進去 那些是打機費 跟機費跟打機費 是沒有任何關聯的 完全分開 分得很開的 這件事 我們明明 跟機還跟機 我經常覺得 他們機舖 某個收入來源 就是這些跟機費 都不會的 以我做機舖這麼久的經驗 做了三年的經驗 其實也不是說 有這麼多這些情況 你撿過多少錢做貼司 不會這樣做的 這些 我需要什麼做的 我自己按鍵 哈哈哈哈 你打開櫃桶的機 下面大概一元 十一元 嘩你這樣都那些 就叫穿櫃桶底了 哈哈 你有沒有穿過 神經 當然你說舊機的 最多的那些 其實你說 除了跟機文化 還有一件事 首先打格鬥機 讓彎 另外一個就是 有些招 不可以屈 屈招 不可以用 香港其實有很多這些 尤其在格鬥遊戲裡面 越來越多這些 規矩文化 什麼 格鬥遊戲 是不可以用一個 一個combo 完全人家 好像沒得玩 屈死人 打到人家長過 留下手 留下敵人家 這個當年其實是說 chipfighter的個案 就是你屈 屈牆是可以屈死人的 其實還有 我記得當年 惡狼傳說 那堆都好像有些方法 可以屈牆的 所以其實 好少人會這樣用 你這樣用的話 你預了被人打 一會被人打 不是 這個是其實 關乎那隻遊戲 那些bug 就會出來了 譬如說我記得 街頭霸王有一隻 是無限下產 就是他 起上那一刻 但如果你剛剛剷下去 就會又躺下 會剷到死為止 當年你說 我忘記了 chipfighter幾 模型達 軍隊的模型達 那些 那些當然是 那麼用的 我記得 印度2個圓圈 6個拳 馬上吃機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招 那些 當然其實 當時是很多 剛剛都說過 這個 讓彎 其實呢 不過呢 讓彎這件事呢 其實呢 讓人性 不讓道理 其實 因為 當一個實力很懸殊的情況之下 你是 連 當時 其實也是 打三盤兩勝的 其實就 當然你二勝的話 你就贏了 那通常那些人 如果見到你實力 和他有個差距 就會禮貌性 這樣去讓你一回合的 不是 三盤兩勝 其實 那個程度 讓彎 那個普及性 都有在的 但如果你說兩盤 一勝 不是 就是 三盤 輸了一盤給你 然後我再第三盤才贏回你 但你譬如說 你打完 你打三局 我贏了你第一局 然後我覺得實力完蛋 然後我輸你第一局 那最後一局 決勝負的時候呢 往往有時候 就會失手 輸到比較新手 那這些是 強者的風度表現 當時是 當然 在剛才 夜行者說的那個年代 其實 都沒有說 都沒有讓彎 認得那麼痕 除非其實呢 通常可能是 你再挑他一次 他大概猜到你什麼 實力 他有機會會讓你彎 但是呢 有時候當然 有些人都不會讓 你入錢 你阻礙我打機 大島現在 我又練不到 但有些是 脾氣火爆一點 的人就說 為什麼不讓彎 然後就開始 這些炒價 會出來了 那這些 機譜裡面的糾紛 就有精神發生的 那你說 到你說 其實後期一點點的 打三勝先 是當贏的 那當然 那些人打完兩局 贏了之後呢 都會 第三局都會 一樣彎 其實就 那時候這個文化 才是比較 性癢 你可以說是 這些 即使 輸回彎 都不會說 你下一局 輸 又輸 你的遊戲 會好一點的 三勝的話 那當然 你說 呃 挑機的 當然啦 其實當時你說 這些 叫做疲勞軍炸式 努力不懈去挑你的 挑到你 挑到你 我見過很多次的了 他真的放了一筆錢 他不斷輸他了 他精神軍炸你 然後最後呢 就是贏那個人自己走了 像不像我們 不知道 前幾集那些 課金遊戲 課金玩完 這些就是這樣的情況 呃 即你會打到無刃 你會打到無刃 即他是不停 有些人真的 持續努力不懈 他是要贏 那樣 叫做不認輸那種 是不停入不停入不停入 他用來用去都有幾個角色的 但是叫做呢 這套路就已經完全被人抓住了 你有時候會見到 二十幾win在這裏 然後說你有什麼位 真的 去看場戲算吧 你不如 喂 這樣沒有關係 人家有的錢 有的時間 他為了玩而已 他沒有錯的 我沒有說他有錯 就是說 我給他一個更加好的建議而已 機場立場來說 那些客人是很歡迎的 你不停入籤 就多謝你了 是不是 那一定的 但是叫做 在於觀眾 和打歌影的立場來說 我們會送門 但是 不是 你現在的根基文化 就是你放下一元之後 他即使 下一場是輸了的時候 他就要起來了 即使他放一幢銀在這裏 都是 不是的 放一幢銀在這裏 不會的 放一幢銀在這裏 你那幢銀在這裏 燒太為止的 是的 這個是文化來的 就是你叫做 跟那個一元 那個一元的定義 就是輪到你 但是你打多久呢 是不關事的 當然 我們很及其認知裏面 就是說 跟一波就打一彎 這樣 你不要在這裏 賴死不走 但是呢 有些人的情況就是 他們 就像剛才這樣 我用一動來跟基 那我是過一動打完之後 才到你 自然 那如果跟回排隊的制度 他又沒有錯 很奇怪 你跟街場打球 三對三那些 你沒有理由跟到天方地老 不被人跟 就好像很奇怪 基本有這樣的文化 放一動銀就可以不斷打 那 沒辦法 他是這樣的 不是吧 丹姐 要是講拳頭力 要是講拳頭力 就是這樣 其實 好老實說 即基譜雖然說 會有這些 就是被人認為 負面形象就是 會有打架 其實 不是很密的 其實真的 如果是的話 一早就被人取締了 跟你 當街 被賊打劫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比例 其實是 差很遠了 打劫 那你說你遭遇紀律 當然你說一班人火爆 在一起 老實說 打得多些人都知道 這傢伙輸不起 那些 你就不要跟他打 不是 但是譬如說 你 有一間機譜的話 譬如說 他有兩台 譬如說 King of Fighter 有兩台 四部可以對戰 然後 有些人就說 他不斷輸給你 然後你換台 不跟他打 不知道是什麼人 然後他坐在那裡 然後他就會 特意輸給電腦 然後坐過來 跟你打 那這些 這些 這些到時被人打的 沒得怨的 你自己撩膠打 而已 但是他可能有兇 你這樣 那你又出現不出 其實呢 你說到這件事 去到後期 其實 你可以說 是比較盛行的是 拳王開始 到了Gundam 其實都比較盛行這件事 就是說 有對戰機台 和單打機台 單打機台 就會貴多 一塊 或者兩塊 而單打機台 是比較便宜的 就是給你們 不斷在挑 不斷在挑 但是現在的Gable 不會的啦 那當年而已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對戰這些錢 用得多快 單打機台 都未必有人去玩 最重要是沒有位 我對戰 有些小的放兩台 大小小放四台 單挑 我去找到 一個位置 擺你的單挑機台 就浪費我的位置 我不擺單挑機台 我擺你的遊戲 還賺多錢 不是這樣算的 其實 因為老實說 你機台都有限 就算我不是一隻 很受歡迎的遊戲 這樣去算的 其實 為何要這樣分呢 很簡單 你多人的時候 有些人其實 你技術型那些 我打電腦都打到嚴 我來是 我下來就是 為了對戰 我來就是為了 那 若然 對戰那部機 都負了 旁邊那部機 沒有人玩 旁邊那部機 不代表不可以對戰 如果你真的手行 那你就進去 那你就進去咯 而且他做了一個政策 就是說 當你真的 有一批人 你真的不會玩對戰 八對八輸 已經是 你進去 打幾局 老實說 這些人 通常這些人 都是打不到最後BOSS的 基本上 除了你說 是有些手行人 打電腦之外 那那些 其實你以頻率來說 他玩的話 他都不會坐得很久的 其實他都不會虧的 其實 當然你說的那樣 我覺得 去到現在這個年代的話 當然不會這樣做 當然要你不斷挑 不是咯 我覺得 你譬如說 有個單打機台 他沒得挑機 如果可以挑機 可以不挑的話 那些都還好 如果你說單打機台 只是對電腦的 有些人 可以是 打到最後的BOSS 才死的時候 那個時間 那個長度 如果他轉成 說對戰機台 的話 他已經不知賺多少錢了 你是真的 那麼多人對戰才行的 其實 你一間機局 好老實說 我做那麼久 你就算多麼受歡迎的機台 其實 你不會那麼膚 其實可以這麼說 就是 沒有去到那麼膚的情況 就算你當年 你叫做最成行的 打Gundam那時候 那大家都是跟機 就是當時 當年你說 我見到那麼多 我到時候轉回來 就行 Credit的東西 我是不是行教的 其實 這個是你而已 不是 我說Credit的東西 應該說你要轉 要入多少錢 才打多一局 我下面轉 我今天 我今天見到這樣的 我明天就轉回來 因為全部一分號 全部可以 全部要挑機 一元挑機就好像沒有試過 其實去到中後期 已經是說一元挑機 其實已經是 尤其是 很多時候叫做什麼呢 他會出新一代的時候 舊一代 就已經是壓到價錢很便宜 其實就 那麼很多時候 這樣壓 一些之前 新手 想玩的 那麼 那幫人已經去高級那邊 那麼我這邊我都可以去玩一下 那你就可以用那部機頭去賺錢 因為其實始終就是 因為其實始終就是 呃 這裡要 可能要講一點 就是你買版 買版其實 呃 舊市啦 舊市其實是真的 機店舖自己買了一塊版的 即不是租版 比較少租版啦 租版通常你年紀租的那些就會是 會不會是租版 反而是用在一些 即是他新出的那些 會是用租版的那種情況 呃 都比較 後期的了 其實我想其實 呃 前期那些其實很多時候 都會免得過他們 都會買版的 其實都會 尤其是 呃 大機店那些通常都會買版 其實你會 不是你說 大機店當然 它有資金上的 就是寬限 但是你小機店的話 比如說你出了新遊戲 我究竟入不入好呢 那他可能會很猶豫 如果第一 新的遊戲出來 他已經要買這件東西了 那會不會對於他的成本 就會增加 其實不會的 大家都見不到的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你怎會見到很多時候 那些小機店 玩來玩去都是舊的 為什麼不入新遊戲 因為根本沒有租這個機制 一定是買機版這個機制 你如果買機版的 就要計算 我可不可以回本 這個是他最主要的 那個 成本控制的問題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一個流向來的 一些大的機店 去入了一批新的貨 到了舊了之後 他會不要這些 他可能會放出去 放出去 那這些可能是一些小的機店 有時候你會見到 他們可能會有些比較舊的 但又未至於去到 歐了低那種 那其實你當是一個成本轉移 因為到了最後 這塊版沒有人玩 那你就會見到一些 好好的機店 甚至之後 然後就不見了 不是 即是我看就算是舊 即是 怎樣呢 我可能會放一小角 給他們玩 但是玩的 好像沒有什麼電影 即是好笑 如果你說新手 要挑機都不會在那裡挑 都會玩新的 都會是 都未必一定的 有時候可能在機店 陪朋友在機店 有些東西 他懂得玩的 但是 平時就礙於說太多人玩了 那如果他出生代的時候 他旁邊有些 有些機器可以 他玩到的 那我覺得 會吸引到他們的玩 這個情況 其實你說機台那些 或者機板那些 其實都好看 就是本身那遊戲的大小 那其實 我想之後 去到 你說一定延期之後 大家都會經常見到 就是幾多合一的機台 那其實那些 就跟大家說 那些是犯法的 那些是 通常 因為這些是不會受權 那這些就是 因為本身就是 你的碟的容量大了 他可以集合所有的東西 那些人就 裡面去call 裡面 每一隻遊戲 打每一隻遊戲 那當然 credit那些 其實是有很多問題的 例如 你入了錢去再選遊戲 再選遊戲 那credit是會不見了的 你是要 選了一隻遊戲 入錢 按了 那才會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他這些機器 通常都會無法分別 那些東西 你會見到每次都會 做所有的資料 那跟你一次重開機 其實是沒什麼分別的 這個 這個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他的設計出來 如果有這樣的漏洞 說什麼 入了錢 才按了遊戲 就沒得玩吃錢 所以他會很強調 在有一張雞腦 那麼大張紙 寫著 叫你按完按鈕 就輸鬼扶殺 很多時候都有這些 那些東西 但都是衰 我覺得 你未必 每個人都是這樣看的 雖然說是 機譜說明了 但是 始終對於你玩家 總是覺得好像被人騙了 當然不會啦 他們都不知道 挺享受這些所謂的合因 因為很多時候 就是在說一件事 就是 他們 這些舊遊戲 如果 一間機譜 我要負責一個機台 我跟你說的 魔戒村 到底只是玩魔戒村 那些所謂的大型機譜 是不會有這些機台 就算他真的 真的要擺 他真的寧願擺一部魔戒村 在那裏 只有魔戒村 玩的 他都不會擺一部 幾百合一 幾十合一的機台 因為根本上是 這些是偉大的 做一個文化做出來的 其實這些 只不過是很少部分的機譜 才能看到的 不是每間機譜都能看到的 都不是的 很多小機譜都能看到這些機 其實現在是很誠衡的 其實已經是 我們下次再說 再說一些 近期一點點 我們再說一些 好 我們下次回來